有本事通通事先讲 讲讲的技术教学超神奇 每天都要锁定 你看上个礼拜绝对还不要买 还有西坡下跌 本周真的西坡 完全满足节目做技术教学 未来会有五波段上涨 一路都不买 本周暴跌1800点开始买 通通事先讲超神奇 没错吧 人气我取弯腰剪钻石 昨天200多档喷涨停 三天涨了11400点之后 回这400点 要不要把握拉回上车机会 我认为是要的 未来如何确定有跟它涨幅 你只需要做确认一件事情 今天节目会有独家爆赚的教学 请各位锁定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哈啰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鼓成绩的节目 今天是8月8号礼拜四 父亲节快乐 我今天节目跟全国的粉丝 一起相约一件事情 我们从下开始 低档布局 分批布局 然后迎接8个礼拜 大概就是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亲所同心 庆团圆也庆丰收 注意听 两天谈了1400点 今天回测400点 其实很OK 你知道这个大盘 还等一个讯号吗 这个讯号很简单 但是也很重要 为什么涨两天后 他要回 他回是要制造一个东西 你不会的 我今天节目一样 通通用最大的诚意 用最大的力量 通通把你交汇 然后你就观察 这个讯号一出的话 那就是火力全开的时刻 另外有个讯息是说 来先看这个地方 今天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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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值 还记得吗 不扁反升 礼拜一中挫1800点 我说台币很神奇很奇怪 不扁反升 理论上是要大扁值大逃杀 他不扁反升 结果两天谈400点 台币 我是今天一样下的400点 不扁反升 这是个讯号 一开场就给各位做提示了 另外今天是父亲节 对不对 我爱爸爸的专案 中秋节我们相约 把握住这个优惠 这个非常大的优惠 中秋节我们一同欢唱高歌 现在趁低档布局 分批做布局 布局哪些股票 好股票 然后未来是100%确认扣3D 扣3D是提款机会喷三周 会喷五周 会喷八周的股票 然后我们相约 中秋节一起大丰收 我通通讲在前面 请各位把握 有没有 你必须相信 月线没有背离 未来高点避过 然后重点是什么 你要利用震荡的时候把握 绝对不是等喷出才乱追 把握这个原则 没有 你看我们一路预告的 8月第二周就是本周 他真的出现大转折 所以我的节目 每天都要锁定 然后按赞 越多的按赞 我给大家东西 回馈就越多 力量越强大 帮你创造的获利 当然也更强大 我们一起来同心努力 有没有 上个礼拜四涨400点 有没有 每个人在抢股票 赶快冲 随便抢 乱抢一通 我跟上礼拜一会做教学 8月1号 不能用追的 绝对不能追 保证还有低点上车 你看光这个就打遍天才无敌手 上个礼拜四 跌这么深了 难得虽然反弹 理论上应该要抢 是不是 我说不要抢 保证还有低点 结果礼拜五跌1000点 礼拜一跌1800 没错吧 关键时刻给各位最棒的教学引力 有没有 还会跌 西坡 是不是ABC 讲得很明确 就是说你等西的时候 再来大减便宜OK吗 太神奇了 礼拜五跌了1000点 还有还不能买对不对 但是我上周我发邀请函了 因为本周就是轻融资最后一里路 有没有上周预告的跌1000点避开了 然后预告本周轻融资的最后一里路 是不是完全印证 整大涨600不买 大涨400不买 跌1000点不买 跌1800我买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最强技术算的最大满足 就是20125 它跌破20125 属于什么 超跌 是不是 事先预告的技术 让你有依据 你用这个依据来判断 它是不是超跌 没有到20125 它还没超跌 可是跌破就是超跌 是不是 有评有据 用最强技术 给我们最大的引领 没错吧 好了 既然超跌 那不就是我们讲的吗 人去我去 弯腰去减钻石的机会吗 是不是 好 我甚至用什么 用改良版的科斯托兰尼的金句 跟贵州分享 已经确认超跌了 我事先预告的技术 事先预告让你受验证 它超跌了 然后礼拜一台币也不扁反身 对不对 超跌的时候你没有小卖 上涨的时候你也不会有小卖 是不是答案太清楚了 礼拜一你不敢买台积电 你没有小卖 那你昨天才追小卖吗 所以投资了 我已经完全印证了 观念正确 技术很超群 技术实力很足够 观念很正确 你绝对是赢家 两天喷一百块 我昨天特别提醒 昨天台积电不能追 没错吧 你看有爱心到这种程度 联发科两天喷145块钱 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你不能低档的时候不敢买 然后喷出才追 那你永远是输家的行为 把它牢记在心 今天跌400点 你真的要把握拉回上车机会吗 我答案是肯定的 那我待会会教 未来如何确定 我们讲的 相约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庆团圆也庆丰收 相约8个礼拜到13个礼拜之内 8周后到13周之前 有机会挑战24416 凭什么 未来我们如何确认 我昨天预告的之前预告的8月份 第二周是本周会出现四季大转折 本周下雨先出来的 未来会喷吗 会要喷之前 必须看到什么样的记录讯号 待会来做教学 只需要确认一件事情 很简单 没有人教你你不会 可是将来愿意教你 待会经过我提点之后 你会信息十足 下周当我们看到这个动作 你绝对会非常有霸气 敢赚暴利 待会请你锁定了 这是下个礼拜 暴赚的技巧 全台湾周江江 每天没有尝试 用最棒的教学方式解盘 这个成绩如何 相信各位是有目共睹 所以喜欢我的节目 订阅频道 按赞支持江江 分享帮助好友之外 什么QR Code叫做粉丝囊 来看这个 来看这个节目的教学 你看这个世心 27451145 跌破多空转折点 你必须要卖 是不是 光世心避开850块的风险 然后光这个创意 带你避开580块的风险 一张扫赔85万 一张扫赔58万 是不是 我前天说8月6号前天说 不能够卖的 不能随便乱砍 是不是昨天反弹 好差不多来哦 昨天很多粉丝问江江说 江江老师 那为什么世心要卖 那为什么台积电 跌那么深可以买 为什么台积电 跌那么深可以买 为什么礼拜一可以买 好什么 你看哦 你看两条均线 是不是 在下方是上扬助长 没错吧 那为什么礼拜一 联发科可以买 买完你看跌这么深 然后就跳空喷出 为什么 好那为什么他一样是前置股高高价股 台积电联发科买会赚钱 那为什么我说世心反弹要卖 投资料哪里不一样 为什么我这里可以赚两倍 为什么这里还不能买长均线的问题 答案很清楚 所以有世心的赶紧来找江江 我帮你找卖点 一定要找卖点听江江 好那创意呢 好你看哦 为什么这里创意会喷 为什么这里创意不会喷 投资料长均线的问题 有没有 长均线是什么是长期的力量 长期往上趋势往上 那长期就没有往上 没有往上很清楚啊 3661长期没有往上啊 所以投资料用这个最基础的这个 所谓的基本功 保护自己哪些应该拼 哪些不能乱拼 手中有高价股的 有世心 有IP的 有这个创意的 赶紧到粉丝团留言 江江我会帮你做这个换股 一定要换股 那换股不是看到跌的时候 胡乱砍一通 这样子太可惜了 这样子损失太大了 尽全力帮助你了 好 再来 你看这个有没有 都印证 印证再印证 你看这个银件 高档背离啊 上个礼拜多少投顾老师 带他们的会员去胡乱追银件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没有强势股啊 整个盘面只是银件啊 随便追银件 对不对 当天很爽啊 精神喷涨停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银件高档背离啊 永信 永信件高档背离啊 有没有 你看结果爆杀了 上礼拜最强的只剩下银件 那一窝蜂去追 谁告诉你高档背离 结果呢 本周杀最凶的也是银件 是不是 所以把我的教学 把我的话通通听进去 你看一档新复发赚五成 人数最多的标股会员 赚五成获利出场之后 避开暴跌 这是真正的操作 真正的稳健的操作 懂我意思吗 所以务必把握 我苦练的技术 你可以透过技术班 通通把他学会 趋吉避凶 靠自己也可以完成 有没有 另外特别 现阶段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了 强谈两百档 刚开始大家一起谈 可是谈完之后 好的股票 什么样的技术面 多大的成长性 未来的展望必须有确认 确认未来会穿新高 你才可以留 你未来不会重新高 你再报再久也没有用 他只有伤害 没有期待 你看一档股票你不懂 你越报越久 只有伤害没有期待 所以说一定要换 用反弹帮各位换 所以加开的持股诊断 听见到一定要做 你现在做了一个月过后 你是赢家 你现在怎么都不做 死报活报一个月后 暴力都跟你无关 我讲的都是真的 过去验证千百次 请各位把握 来看我们的F4 台积电联发科 鸿海跟广达 你看 鸿海广达目前还没有涨 什么分批布局 是不是你看 上周五邀请台积电联发科 上周五跌一千点 有个人要将将 发暴力邀请函 本周一跌一千八百点 台积电跌停版 我竟然去买台积电 是不是跌停我买进 凭什么 专业技术 霸气 判断能力 领导能力 没错吧 礼拜一买台积电 超跌的时候你要有小麦 超跌时没有小麦 未来喷出上涨 你也不会有小麦 把这个金句把它记下来 这句话只有超跌满足后 才能够适用 不是每天都用 懂我意思吗 你看 所以两天台积电喷一百块钱 昨天不能追 我也讲了 有没有 联发科爆跌 过去两个超跌 难得的超跌超卖的机会 是不是务必要把握 你看一千块以下随便买 你看 超跌时没有小麦 上涨时你也不会有小麦 经典金句又是全国最棒的盈利 没错吧 两天喷一百四十五块钱 好那你可以这样操作吗 礼拜一不敢买 昨天去追 答案是肯定是错的 因为你的出发点就输得输很多了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都是金玉良言 好你看 先买全职股 买完之后 迎起发点之后买中小型 没错吧 为什么 你看我的逻辑 为什么我说 稀坡下来未来会喷新高 我都讲我的逻辑 讲我的技术分析 让给各位当引领 有没有 真的稀坡下来 太恐怖对不对 投资人来 2025以下 ABC完全满足 投资人这个 这是我礼拜一台币 不扁反射那一天 盘中跌一千八百点 全市场非常恐慌的那一天 我不只送土 我不只画未来五波 我连赢家策略 断融资断头出融 园区有钱人的做法 都打听出来 跟各位做分享 那你有没有认真看 有没有 园区有钱人 你看他们是大股东 他们是资金好几亿 他们跟你一样要面对 跟我们一样要面对 礼拜一暴跌一千八百点 没错吧 可是园区的有钱人 他们如何面对礼拜一 ABC完全满足后 他们用这样什么心态来做面对呢 园区你看 分批买好股票 分批买好股票 人家园区有钱人不只自己操作 他们还委外给自己创立投资公司 请专业操盘人帮他们操作股票 是不是 眼光放远 你会是超级大赢家 是不是 所以不是上个礼拜乱买一通 不是整路下来整路买 有没有 多少人整路下来每天加码 那是不对的 反弹不能够买 一定要耐心的确认满足稍大急速的ABC模式 完全印证 从7月17号以来一张都没有买 这个每天都不买 然后直到跌1800点 礼拜一园区有钱人的看法 他们的想法 他们面对股灾的策略 我都跟各位分享了 技术面分享园区的策略也分享 请问除了这张你能够找谁 是不是 所以务必把握住这个机会 礼拜一明显杀过头 超跌 不扁反升是讯号 礼拜一起伙点力满 逆价差400点更是讯号 结果是不是 你看礼拜一解盘 结果两天喷1400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都是真的 我讲的都是对你最有帮助的 是不是 所以务必把握 上礼拜说本周是清融资 清融资 融资为出率158 151 139 过去历史经验 清融之后 他迟早都会大爆喷 没有错吧 是不是 每次股灾都是财富重分配机会 很残忍但从无例外 我讲的都是对你有帮助的真心话 是不是 融资断头之后 未来连续跳空 你买都买 买不到 你看你礼拜一礼拜二不敢买 昨天200多档喷涨停 是不是 所以把握拉回 现在拉回 你肯布局 有眼光精准布局 下礼拜开始 两周开始 当股价 连续跳空涨停 那个时候你真的就追不到了 我讲的都是未来 全台湾周间有这个能力 通通会讲未来 所以自己务必把握融资真的 如果预告降到2900 最低是2912 最低晓得是412916 没错吧 所以他主要把这个图 烙印在心中 扣3D喷8周 扣3D涨13周 扣3D涨13周 那本周是不是我一路预告 不能买的8月第二周赚折周 没错吧 是不是 我今天盘中在粉丝团讲了一句话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认真看到 这个下影线 这个下影线代表什么意思 这么长的下影线代表 散户的筹码被移转走了 同学朋友 经过这样的下沙 五周下沙 不是五周制药 五周下沙之后 散户的筹码被移转了 未来怎么样都会扣3D 就算下周跌两周后也是扣3D 所以早喷晚喷的差别 是不是 所以答案很清楚对不对 每次扣3D他都会创新高 你看 月线这边背离 这边过高有背离才有空头 过高没背离保证没有空头 是不是我讲过教过N次了 周线给各位看过了 筹码已经移转了 你看你如果只看昨天涨 哇好开心 哇这个终于涨了 对不对 今天跌哇好困扰 好迷惑 你如果只看涨跌 你永远迷惑在里面 可是你退两步 你把每天看的日线 把它转成周线 周线啊 筹码 赏户筹码被移转走了 哪有不喷的道理 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是不是牢牢的印在心中 好来跟各位讲今天的重头戏 有没有 不买不买 看一买之后赚翻了 是不是务必把握 来好投资朋友 未来会涨8到13周 会过2416 我昨天教学完毕了 今天不再做教学 因为8月第二周 世纪大转折 本周留下了1200点的下影线 来的话 这是我昨天教的 24416比过 好我今天跟各位教一个东西 拉回一定是上的机会 答案是yes 是肯定的 那重点来了 我们是股市操作者 我们如何确定 未来会有更大涨幅 我可以拼 现在是分批少量做布局 什么时候可以大力做加 同朋友 听清楚 只需要确认一件事情 这是下周爆赚的技巧 来投资吧 你看的 那是16000至17000 我们举前面两次低点 他后面是如何喷的 看清楚 除了第一档KD金叉 目前已经确认 好就说金叉跟这两次一模一样 对吧 你看修正完怎么喷 喷之前必须站上短期均线 短期均线必须由下弯转成上阳驻扎 后面短期均线必须出现金叉 所以有口诀 站上短军翻阳金叉 再一次 短军站上翻阳金叉 好跟各位做实力的讲解 好来投资 我把它放大 有没有 好 这是16000 投资朋友注意看 经过一波下沙如何确认攻击 短军站上翻阳金叉 有没有 这个讯到出来之后喷翻天 好 这是16000 这是16000的模式 好 再来看这个是17000 有没有17000 经过下沙后短军站上 站上短军翻阳金叉 后面是喷了 两次对不对 好 两次之后来看这个第三次 第三次就是我各位喊了没有 这个暴力特攻队有没有 19291 是不是 19291经过修论后如何起轮攻击 短军要站上翻阳金叉 是不是 好 你现在看到了 礼拜一ABC确认 因为下沙幅度很大 抖度很大 没有五天是不可能站上短军翻阳 没错吧 所以今天回撤合不合理 所以今天回撤 他在等你 他在等什么 等短军让他有机会站上翻阳 好 那今天扣底价在哪里 短军五军扣底价在高 所以今天不可能翻阳 可是你看明天开始扣底了 所以明天开始他就有机会站上跟翻阳 那我刚刚给各位的口诀 短军要站上翻阳金叉 先站上后翻阳再金叉 这是下礼拜的功课 所以你跟我都一样 我们一起面对 我们一起努力 下周让我看到短军站上翻阳金叉 请问拼不拼 当然拼 所以同胞来看我的结论 有没有 好 你不懂的 你之前不懂 然后你经过我的教学之后 是不是答案就很清楚了 答案很清楚 很清楚 对不对 不急不许 分批先少量不急 那等大盘多几根震荡 震出下影线小红K棒都OK 所以是什么 我们刚讲的 短军要站上翻阳金叉 就是攻击讯号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所以你对面的行情有期许 有希望 然后很务实等待攻击证据 所以你不会乱做 你不会礼拜一乱砍昨天乱追 没错吧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都是真的 务必跟上 今天有我爱爸爸的超级大优惠 我们相约一起 用最强技术 用最正确的观念 一路拼到中秋节 到时候我们一起欢庆丰收 OK 自己把握了 我有能力带你避险 我自然有能力带你暴赚 4月份 4月份大跌之后 一路好多档都翻倍暴赚 是不是 很多超级股票 本周还没有很多 下周开始变多 两周不得了一头拉股 所以很多超级股票 8月份都会扣3D 所以8到11月份 最好翻倍的机会 务必要把握了 喷出爆量永远不追 主生起掌要霸气把握 这是我的精致砍棒 没错 所以我喜欢我的节目 订阅频道 按赞支持参加 什么QR Code 叫做粉丝传 今天有很大的优惠 我爱爸爸的父亲节专案 请各位把握住这个机会 来看集团股票 跟各位顺便做教学 好你看这个 未来会喷的APP 通通帮你选出来 我们举证 药华药365374 喷到690 这样轻松赚8成4 值得箭头 没有人看不懂箭头 7778 赚到了112 好 来喔 APP是不是 确实带给我们无限光明跟美好 好重点来了 今天我为什么昨天今天都讲值得跟药华药 他创新高的意义 了解之后 你会有信心来复制暴力 你看这个药华药 重点不在于赚8成4 为什么 这成长性超高 他却营收年增快一倍 成长性高的股票 震荡后如果创新高 会引领更多被错杀的股票 让我们赚翻天 这是你看股票的关联性的杀盘推演 好再来 值得今天是盘中创新高 赚4成是不是重点 不是最重点 重点是好公司拉回后 他有能力喷新高 代表这个市场的 确认市场不是空头 如果是空头说 他公司获利很好 营收很好 可是被大趋势压下去 他走空了 懂意思吗 就是说拉回后可以喷 确认未来可以复制 这不是空头 会很有信心 没错吧 是不是 所以同理可证来投资 你看这个联军 好公司经过三成 下跌 回测季线 未来扣3D 产业成长性很高 积居成长 你看是不是 你不能创新高 创新高追联军 拉回不敢买 创新高爆量认追 拉回三成不敢买 你这样子永远无法成为赢家 是不是 你看这个是联军 礼拜二的联军 回测季线 然后今天碰了 就是 那投资朋友 那未来会不会 你认不认同 未来内复制联军的股票 会很多 我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投资友跟各位做举例说明了 你看联军下跌 很多人事后都在讲 媒体都会给你解释 为什么下跌 没有用 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是必然 股价跌没信息 这是必然 这是散户市场的情绪 这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怕 没错 可是投资友 你要思考的问题是 联军 当初高涨 融资很高 融资高 可是融资高 下差之后 融资高位下降 他们的营收又创高 所以回档支撑又比大盘强 所以这肯定是主流 没错吧 你看 用这种观念可以抓到联军 投资友 回想像四月份 四月大盘上涨量说 回涨后量刚开始都没量 是不是我讲的 空投修正之后的多投 刚开始不需要量 很会喷 然后生阳半跟生达克 投资友 你看这个四月份 然后台北股市的四月份 我把时间表达出来 四月是修正后 是不是来看这个生达克 修正后生达克喷翻 然后修正后 后来是生阳半导体喷翻 是不是 都是在打一波下跌之后的产物 所以你必须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认知 所以请你记住 短期一定会正 可是未经很安全 第八月第二周 最坏已经过去了 未来主体翻 我刚刚跟未分分享的均线 然后站上翻阳金叉 他就有个讯号 所以跟他讲讲 未来会有很多股票可以复制 改变就能够获得重生 改变后你的观念正确 你的技术观念 技术本工有了之后 天天对未来都会有很有期待 请各位把握了 另外错过的话 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台积电两天喷100块 联发科喷了145块钱 喷出都不用追 接下来下礼拜开始 这个布局中小型标股的获利的这个幅度 一定会比前置股高 所以策略一定要拧定清楚 月线没背离拉回一定要把握 不能等未来狂喷的验证后才胡乱做追价 今天各位做强烈的非常棒的教学 不急不许分批不许 大盘未来看到什么 短军站上翻扬金叉 就是攻击圈的信号 所以全部都帮你掌握好了 务必把握 策码清不需要大量 选好股票 请各位一定要记住 所以加开的持股诊断一定要把握 空头股反弹要卖 一个压力区把它做转换 转换到最强标股 你唯有人这样子做 未来一个月过后 两个月过后你才有资格成为赢家 我讲的都是真心话 请各位把握 命运不会遗传 扭转命运靠自己 自己能力不足 靠江江还有的APP帮你的 我爱爸爸专案 我们相约到中秋节 一起欢唱高歌 现在开始分批做布局 等攻击做加码 那中秋节肯定会大丰收 请各位把握了 来的留言或者是 0800-668085来天做咨询 那节目最后记得帮我 订阅按赞分享 祝各位操盘顺利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